航空教育展示馆是全国唯一悬吊式的飞机博物馆 高雄岡山除了是空军的摇篮 还有一座次之八亿新建的航空教育展示馆 是全球唯一可以看到中美书战机的展示馆 也是全国唯一悬吊飞机博物馆 航空教育展示馆由岡山德义公司取得十年经营权 以教育、航太、科技、专业为中指 导览人员更是透过空军认可 我到现在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员工 可是我非常佩服我们的陈秀卿陈董事长 他一直想要回馈给这个社会 然后当刚好这个航空教育展示馆成立了 他就想说鼓起勇气 因为想把空军的这个历史 真的能够完整跟空军的岡山互相结合 他就来承接了这个OT 那我们也是接受他的馆 他也付出了非常多的经费 那我们这些导览员的训练 除了一脉传承下来 那还会经过空军官校的考核 才经过他同意认可之后 我们才能够执行这个导览的工作 那我想你们来也看到很多这些很奇特 在感觉跟我们的航空教育事业 没有那么关联的一些花灯啊 一些小玩意儿啊 那也是我们董事长的意思 他是觉得说 其实这个航空教育 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软性 其实有点很刚性的 航教馆增长41架军战机和飞机与发动机 宛如我国近代空军航空史 除了11个主题展示区 也展示空军珍贵历史文物与军机模型 另外还有360无重力体验 360度的旋转让民众体验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状况 航教馆并举办各项活动 期望打造成一个寓教娱乐的教育馆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开杰 高雄采访报道 到这里